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組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4月21號禮拜四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在影片開始之前好習慣按讚訂閱分享 不是啦這個要做 但是要跟大家講說今天的影片大概只會有15分鐘的長度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不是跟大家說就是我要下午要來面試一個員工嗎 對我被放鳥了 也不能說他放鳥啦 就是他說他來的過程當中呢 他跑錯地方 這一個 然後再第二個是說他出車禍了 好啦姑且相信好嗎 所以說等一下盤都要來面試 所以說今天大概只會有15分鐘的長度 所以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先看到今天的大盤 今天大盤跌了20點 其實跌幅蠻輕的啦 因為畢竟昨天漲150點 昨天漲那麼多今天跌一點其實還好 但有人會講說那這邊是不是要開始一路反彈了呢 其實我這樣講就是說 所以說以最近的行情來看就是說整個行情算是比較好一點呢 這個等一下再來講 那可是行情好一點不代表就是說指數會一路進攻 就大家去瞭解這是兩回事情 就他指數啊他有可能就是一路進攻 或是盤整 那如果是盤整的這個階段的話 變成說我們在操作上那當然第一個盤整階段你的資金部位要放得很大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是一個風險很大的事情 所以說其實在這邊的想法會覺得說如果指數盤整的話 假設指數盤整 那我們對這邊的操作而言的話 還是會是一個比較控制資金的狀況 那我這樣講就是因為很多看到很多人昨天大漲 然後就開始說反彈確立這樣子 其實真的有反彈確立嗎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周線圖 大盤的周線圖主要是關注在這一條 五周的均線 這個五周均線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中期的趨勢 如果說我們要真的要看是反彈非常確立 能夠往上走的話 那起碼只說能夠站上這一條五周的均線 為各位看一下你看喔 像是上一次這個地方他站上 但怎麼樣他是量縮 所以說站上歸站上 那要觀察是說接下來到底有沒有價漲量真的可以衝出去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說其實以現在的狀況 我個人的想法我也是一樣就是維持著一個不會放太大的部位 然後還是一樣就是去找說當天看有誰會比較強的股票來操作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指數還是很震盪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把部位放太大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你會因為就是漲跌幅的可能過大 波動過大的情況 變成說你把手中的部位就洗出去了 那這種狀況我覺得就是比較可惜一點 就你原本是看對的 但是因為你部位放太大 然後可能你看到股價可能一點的修正或大盤的修正 你就嚇的把手中部位砍掉 那這樣我覺得是不太好的狀況 所以說這邊的情況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會好好的控制資金吧 那我覺得說盤勢變好一點的原因是在哪裡 我們來看到幾檔股票 像第一個比如說來看到金豪科 我覺得金豪科真的是一檔蠻具有代表性的股票 因為以記憶體來說 他真的是跌的真的是非常一個慘你知道嗎 跌到一個慘烈 那大家一定會看到之前投信 投信在之前去灌了一堆的賣單 那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像這種投信的連續賣單 可能你最近看到蠻多股票像強茂機的也是 就是投信這種連續賣單這個是幹嘛呢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叫做投信的停損機制 就是說投信他們比如說 假設他們手中持股跌了超過兩成的話 他們就會強迫把手中的部位砍掉 這個是投信的停損機制 所以說不要看到就是說投信一直賣 那是不是不看好 當然一定有什麼問題嗎 那只是說我們在看這個投信賣超的時候 會去思考說 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投信的停損機制 對大家都會停損 就是散戶不停損 所以投信他本身是有這個機制在 變成說股價跌 他就必須怎麼樣 他會必須砍 沒有什麼理由他就必須砍 那砍到後來呢 有時候你會發現 有時候為什麼投信砍在最低點 為什麼 因為停損機制 大家都說投信要停損了 然後就會有一些逆勢的買單跑來接 所以這個我覺得今天的金豪科 比較像是一個就是 就是跌升反彈 那當然在大盤如果能夠直穩的話 這一類型的股票能夠跌升反彈 其實蠻重要的 像之前有檔股票叫利基 利基真的是跌到一個非常誇張 你知道嗎 他從哪裡開始跌 哇他跌了可久了 你知道 可是跌這麼久 他到最近卻發現 他也跌不太下去了 所以變成說 其實在看到盤面的資金部位的時候 就會去思考說 是不是會有一些跌升反彈的股票 會冒出頭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最近的看盤 我會去看到的現象 當然如果你要搶跌升反彈 你是要記得就是說 搶反彈跟搶銀行一樣 他就是有搶到就要跑 像今天有檔股票新唐 新唐在今天早上的那個廣播 跟大家提到 那這種也是一樣 就很典型是大家看好他 上去然後去追 追完之後他可能就下來了 所以這種股票是 你不要要求說我要是爆波段 我覺得這邊爆波段其實 不能說不行 但是就是你的資金效用 可能就沒有用的這麼好 因為他可能最標的就是今天這一個 那可能明天之後 然後他可能就是開始就是小張小跌這樣子 那可能要開始整理 變成說在操作上如果說 當然如果說你是沒有辦法一直盯盆的話 當然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可能已經跌升的股票 但如果你是想要把資金運用的比較有效率的話 還是可以去找一些當天就是有反應比較大的股票 那像今天比較弱勢的族群是在於像太陽人 像元晶 元晶在昨天的文章有提到他 然後提到他之後就啪啪就下來了 那反正今天在下來這個時候 好像不能說反正不能說什麼 就是下來這個時間點反正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在昨天的文章其實我跟大家說過 就像他今天這種預估量放大 像這種預估量放大的狀況 就是你要去小心說他不能夠開高走低 因為預估量放大你看喔 昨天已經連續說了三天了 連續量說兩天 那今天的盤中他的預估量是放大的 所以盤中預估量放大 那假設預估量放大 他股價又跌 那是就變成是一個價跌量增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像 那元金這樣走落的話 我覺得會去思考就是說 資金會開始從一些高位階的股票 去跑到低位階的股票來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是這樣來看 好吧 那反正大盤應該先講到這邊 因為我覺得說 讓大家知道說現在操作 我個人的操作還是一個短線進出 就是我不會想要跟他耗太久的時間 那如果各位的操作是覺得說 這種短線操作不適合你 那當然你可以等大盤直穩一點之後 你再來看我覺得這樣也OK 反正就是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 只是我會選擇我自己 這種短線操作是因為我覺得大盤的狀況 沒有說非常的好 就他會漲會動 但是就變成說指數可能還是會很震盪 這是我覺得現在大盤我覺得比較尷尬的地方 好不好來看看大家的問題好了 現在幾分才7分鐘還蠻快的 不對好像是這個好像是昨天的 我看一下 我對這個天天正來正去 這麼多 看到第一個 Oliver 謝謝穗帥奇拉星老師 感謝每天幫大家分析 不客氣啦 我覺得就是有人看 反正我就會分析 那當然就是 我也講就是 我的分析不保證一定對 對 可能錯誤百出漏洞百出這樣 但是反正我就是以我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來跟各位做分享 再來看到威廉 你真的很正早餐前後可能就不一樣 想請老師對於紡織族群的看法 工廠不在大陸越南疫情也去換 但股價似乎不齊 不會啊 他說股價似乎不齊 今天巨洋跟如虹就長得還不錯 巨洋還拉到漲停板 所以你是在報名牌的意思嗎 他說股價似乎不齊 我這樣講的是說 之前紡織真的是被看得很爛 但是現在的紡織 就是我覺得說這個族群就是一個跌身反彈 我記得之前有往往寫過如虹吧 寫他是寫放空 我在這個時候寫的 我記得我在這個時候寫放空 在大概三月初的時候 印象中在這個時候 你看這條線都還在這邊 這個563都還畫在這邊 我當時在這個位置是寫放空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族群來看的話 目前就是他還是一個就是跌身反彈 就我覺得是跌身反彈 就是因為你要說他能夠大名大放 我覺得時間還不到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說他的營收他的財報 其實憑良心說啦 並不差 但是為什麼股價會這樣跌呢 當然我也不知道 只是說以最近的紡織組織 可以看到像如虹啊 或是像做鞋子這個9802的預期 預期今天還在創新高 所以做鞋子的紡織的 其實最近的狀況還不錯 憑良心說 那如果我在看如虹的話 那你說這邊要不要去追呢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 技術分析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很大根的黑K棒 也就是說股價如果反彈到這個附近的話 就很容易會遇到壓力 所以說遇到壓力 當然那你就去思考 就說他會遇到壓力 然後站不上就開始整理這件事情 好吧 再看下一個 賴斯賢想請問元晶 早上預估量放大 增上均價限低跟5分K進場 結果就等時分破掉 增加均價限的稅停損 然後看他往上 老師關於這個部分 停損的點位要怎麼設定 比較不會這樣洗掉呢 4月21號6443是今天嗎 他說看了早上的5分K 我覺得我這個晚點再來講 我這留到今天晚上再來講 就是他說被洗掉 他說跌破均價限 然後後來往上被洗掉 但是你後來回頭看 好像你也沒有被洗掉吧 就算你是賣在這個地方 好像你也沒有被洗掉 起碼你還是有價差出來的 元晶的部分 我覺得我在今天晚上的影片 我再來教學 因為禮拜四的晚上 我都會把一些 就是文章有提到的股票 來做一些教學 所以元晶 我覺得我可以講一下 在文章講一下 我今天的進出模式 就是可以跟大家來教學 他說我今天是怎麼看他的 那反正就是等到晚上的文章吧 再來看到下一個 陌陌感謝老師的環號分析 想請問一下3128的深銳 深銳 深銳我會第一個會看到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洞 有個很大一個缺口 所以說重股票再漲上去 如果真的再往上漲 那我就會很小心說 他會遇到這個缺口壓力 因為如果說 均線排列是正確的 他當然比較有機會 可以突破缺口壓力 但是深銳的狀況是 他的均線排列沒有這麼正確 變成說他遇到缺口壓力的時候 就會比較小心 他會不會站不上 這個是在深銳的部分 不過我覺得這張股票 我看一下 弄錯了 我先把我的均線交回來 沒有均線我也不會看 OK好 反正就是看他一樣 周線的均線排列也還是不對 所以說像這種狀況 就會比較小心說 他如果真的往上 漲到這個缺口附近的時候 會遇到第一個的壓力 再來看到下一個 Tailing 請問老師安吉 老帥 老師壓力65.9 支撐62.5 這樣看對嗎 今天是適合的時機嗎 我這樣講 就是太陽能的話 我會先看圓金 因為最近是圓金比較強 所以說圓金走弱 可能會把整個太陽能族群都走弱 那我要這樣跟各位講就是說 其實通常 我不會去把壓力跟支撐都設定好 就是說我會去看說在股價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會去看壓力 因為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壓力都不是壓力 但是在股價下跌的過程當中 我會不會去看支撐不會 因為在股價下跌的時候 所有支撐都不是支撐 所以你看到我很常會把一些壓力先畫好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是一個上漲階段的話 我會去看他有沒有突破壓力 因為上漲的過程壓力都不是壓力 但是如果你在下跌的過程 你去看他支撐的話你會覺得好像這個地方有撐 那我來接一下 那這個地方有撐 我來接一下 我舉個例子 像台積電 你可能看到 好這跟大量K棒低點有撐 來接一下 好這個頸線位置有撐 好我來接一下 好這個平台整理區有撐 我來接一下 就你會發現靠媽怎麼越接越低 就是你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去看支撐 為什麼 因為下跌的過程當中 所有支撐都是假的 所有支撐都是騙人的 除非等到股價止跌 他沒有在創新低 才表示說他在這個地方可能會有支撐 這個是我們從事後才看到說 他現在這個地方沒有創新低 那哪個地方可能是他支撐 那如果往上漲 哪個地方是在壓力 壓力有過 好比說壓力就這樣一層一層的 比如說台積電壓力假設在這邊 壓力有過 假設股價到這邊來了 過了壓力了 好那他有可能再往上走 那可能到這邊又遇到第二層壓力 那看到有沒有過 這邊碰到壓力 站不上 好那我們知道 那他可能就要開始回上整理了 所以你看壓力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一來設定 他不會是說 就是我把支撐跟壓力都設定好 然後就覺得股價回到支撐 就一定會止跌 不會好不好 再來看到下一個 謝謝阿欣老師的分析不客氣 感謝收看 再來看到狂瀾 感謝老師辛苦你了 A.O.H. 謝謝老師獲益楊多 想請問台泥 台泥 What 這為什麼我會誤會問到台泥 台泥我覺得最尷尬的 就是這一根大黑K棒 就是我在選股票的時候 我很討厭有這種大黑K棒出現 這種大黑K棒出現的時候 可能短期內股價都要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是我覺得很討厭的地方 所以台泥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根大黑K棒出現 可能股價短期內應該是要整理了 那至於說長榮行呢 我就覺得他還不錯 對這個位置我就覺得不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快要過了 我真的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因為他上禮拜是一根長紅棒 所以說今天怎麼樣 你看他這個禮拜 就是個量縮 量縮怎麼樣 沒有什麼動靜 但量縮 你如果能夠相對抗跌的話 我就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所以看到長榮行 上禮拜這麼大 這麼大一根紅K棒 我不會在這禮拜一的時候 就立刻喬頂去 不會因為我知道說 他上禮拜這麼大一根紅K棒 而且這禮拜開盤起來是開低的 所以我會等他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當然不知道他整理是會往下整理 還是會橫向整理 但目前看起來長榮行的整理 是一個橫向整理 所以我就覺得是一個還OK的狀況 大概這樣子 再來看到下一個 Clear 老師這樣請問創違 60分K 蛤 怎麼看到60分K來了 60分K看起來220有手 今天也剛好收在十字線 那是否代表短線紙跌可以搶短的 這個是22分鐘留言 他是知道我會來念這邊的問題 所以特地搶在這邊留言嗎 我看他創違 其實這種股票就是 我這樣講就是說 你看我昨天我在今天早上那個影片 我是說講那個星唐 不是影片今天好像廣播 就是如果說我真的要來想要搶反彈的話 如果說我真的想要搶反彈的話 我會選擇的股票是前一天的K棒是那種小小根的 你知道嗎 就像星唐昨天的K棒就是很小根 那這樣很小根會怎麼樣 就表示說他只要有一點點的漲幅 就可以過昨天的高點 那這種情況大家看到過昨天高點 就比較會有買盤會去接 你知道嗎 但像創違這種就是他今天有漲上來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再往上漲 那他會不會就是開始有點遇到壓力的感覺 所以說我不會去看60分K 但是我會頂多會看15分K 那如果說以他假設我們用15分K來看的話 你可能看到第一層的壓力大概就在這附近吧 就可能在這附近 可能在往上漲的話就會比較小心說 他會不會遇到這第一層的壓力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但通常我很少會用這個方式來抓 因為這個方式就是你就是擺明 就是你只要做短線而已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會覺得沒那麼適合 OK 好啦今天差不多了現在2點25分了 我們大概講了15分鐘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明天的直播 我會明天直播我會幫 就是 好啦明天直播我多講10分鐘好不好 我們通常直播都到9點對不對 不然明天的直播我們多講10分鐘 不要說我偷你們的時間 明天直播我多講10分鐘 原本9點結束 我們講到9點10分好不好 不然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明天直播來發問 OK 好啦那今天就先這樣 我要去準備來面試員工了 掰掰